不只有大理石后墙和非常大的客厅 窗外看出去的高楼视野也是相当的好 更衣间的窗户用铝箔纸贴着 不然就是坐着睡或者是在沙发上睡 这个房间还根本只能弯腰进去 嗨欢迎来到Tipper推播 我是Zanine 偶像们在出道后啊 通常他们会一起住在宿舍里面 那除了让情人们感情可以变好之外 也让公司方便管理 那偶像的宿舍啊 其实都会依照公司的规模而有所不同 好的呢高级的像的皇宫 烂的呢甚至连床垫都发霉了 今天我们就只会连11个 很穷酸到超滑滑的偶像宿舍 如果你们也喜欢可以开玩音乐 偶像戏剧传达及美妆 欢迎到右下角订阅我们 并开启小铃铛 最后别忘记追踪我们推一波IG 及脸书社团哟 第一个宇宙少女 最近在Quindon 2中 得到冠军的宇宙少女 他们在2016年出道时就透过团众 宇宙like少女曝光过宿舍 当时的成员一共有13名 虽然说宿舍整体已经算很大间了 但因为人多的关系 仅有三间房间要挤下 13名成员加1名经纪人 不只要用上下铺来分配 甚至还需要6个人挤在同一间 厕所也要排队实用 如果排到最后一个洗澡的话 至少要等到两个小时才能洗到 对出道初期的他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哇 太棒了 不过后来有听说他们换了宿舍 相信成员们能使用的空间 应该有变得比较宽敞一点 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走花路 一人一间的房间日子一定也不远了 蛮辛苦的 他们住的那个宿舍啊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胶囊宿舍 一人都小小一个空间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放的东西 然后如果他们的行程又很繁忙的话 甚至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跟休息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第二个 17 小时期在刚出道时 宿舍生活也是非常的艰辛 因为成员13人非常多 所以他们也是所有人都睡在一起 一开始没有房间也没有床 大家就只有空间就铺着棉被睡觉 不然就是坐着睡或者是在沙发上睡 13个人也只能共用一间厕所 为了省时间 还约好洗澡只能使用5分钟 而且是1次3个人到4个人一起进去使用 非常的可难 随着时间 小时期的发展也越来越好 后来他们终于鼓起勇气 和經濟公司喊話 這也讓他們可以分層居住 13個人分別住在 兩層樓的9個房間內 但還是會有需要睡上下鋪 或者是像在房間放電腦 原有只能睡客廳的情況發生 不過即使分層了 廁所還是有限 所以他們還是習慣一起洗漱 才能更省時間 幸好來到了2020年 小時期再次換宿舍 一般外出是毒瓣 對 毒瓣是毒瓣 那毒瓣是毒瓣是好的嗎 對 毒瓣是好的 那毒瓣是哪個基準呢 要是開花瓣 是很公平的嗎 這次原有三層樓 幾乎每位成員都有單獨的房間 只有名葵和原有是雙人房 對大家來說 真的是寬敞了非常的多 這樣的宿舍 也變成其實蠻令人感動的 因為畢竟他們是附輸了 很多的努力跟心力 才換得今天比較舒適的空間 我叫我女兒 我女兒 第三個 SECRETE SYE SHY SHY BO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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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BOY 女團SECRETE在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成員韓上火參加的綜藝 青春不敗 意外的曝光了他們的宿舍 當時他們就住在一個 小小的半地下室 四個人只能擠在一個小房間睡覺 然後旁邊在一個小房間當更衣梳化間 當時主持人發現 更衣間的窗戶用鋁箔紙貼著 上火也笑笑的說 因為沒有窗簾 所以只好用鋁箔紙來代替 廁所的水壓也是小到沒有辦法使用 節目播出後讓粉絲們非常的驚訝 還幫他們取了地下室アイドル的稱號 I want you to play 你愛 也難怪SECRETE在出道後的目標 不是拿到音樂節目的第一位 而是希望趕快賺錢可以換宿舍 還好他們很快就發光發熱 換到比較好的環境居住 多麼好 無奈 最後還是因為經濟公司的關係 讓SECRETE就這樣消失了 大家有看那個寄生上流嗎 就是裡面他們住的那個 就是有點像是 就是半地下室的那種房子 有一個窗戶可以看在外面 然後下面是住的地方 他們比那個還要在更裡面喔 不覺得我們現在很幸福嗎 我們有快樂的窗戶 跟快樂的窗簾 他們居然連窗簾都沒有 還用鋁箔紙 What the hell 除了SECRETE之外 TS娛樂旗下男團的TRCNG 也被爆出住過很糟糕的宿舍 成員蔡軒和幼夜 就曾經提出宿舍的環境非常的狹小 一樓只有兩間房間睡了八名成員 另外兩位成員只能睡在倉庫型的房間 這個房間還根本只能彎腰進去 沒有空間站直 另外宿舍的地板不僅僅是因為 會滲水的問題爛掉 暖氣系統也故障 即便有兩個廁所 但因為一個已經壞掉了 公司又不請人幫忙休息 所以十位成員只能輪流的使用 飲水機也因為已經壞掉了 成員喝了水都會生病 最後甚至是成員的媽媽出錢 把他們修理進水器 廁所冷暖器和電燈等問題 控訴 TS娛樂完全都不管 沒幾年後 也因為TS娛樂擺爛的關係 TRCNG也宣布解散 希望他們以後能遇到更好的公司 有更好的發展了 第五個 LOVELIES 如果提到最慘女團宿舍之一 那LOVELIES一定有上榜 他們的宿舍在團眾 LOVELIES夢遊仙境 和綜藝 生農業的單身派對中有曝光過 一間適合小家庭生活的屋子 卻要塞下8名成員 - 什麼啊 - 什麼啊 - 什麼啊 所有人都只能在一個小房間打地鋪睡覺 全部甚至還發霉也沒有人在乎 每個人的物品則是堆積在各個空間裡面 - 那個宿舍在女人8名的屋子 - 太嚴重了 美豬在節目上曾經說過 他們的宿舍真的非常髒亂 - 新娘們進去的話 - 會變成化妝 因為行程很繁忙的關係 都沒有人促中打掃 - 泥汁太多了 - 什麼啊 - 廚房的碗盤也都沒有洗 - 甚至食物都直接放到爛掉 - 這也讓他笑說 - 當他從宿舍搬出來後 - 覺得自己的免疫系統 - 趕快生活品質都變好了 - 第六個 BTS BTS雖然現在身為世界 - 但有豪華的宿舍之外 - 也各自買了豪宅 - 但他們在剛出道時 - 也是非常的辛苦 - 七個成員同樣是睡在一個房間內 - 一共放了三張上下層的雙人床 - 及一張單人床 - 客廳也擺滿了所有成員的東西 - 甚至所有衣物也只能曬在客廳 - 到了2017年 - 成員搬到所有最貴的大樓之一 - 漢南The Hill大樓 - 布置空間有74坪大 - 也要價82億韓元 - 相當於新台幣2億元 - 大家也終於有自己的房間和工作室 - 但因為房子實在太大了 - 所以成員們總是不知道 - 彼此是不是在家裡 - 即便在家裡的時候 - 都還要靠打電話才會找到人 - 其實除了經紀公司 - 租了漢南The Hill大樓當副設之外 - 後來Gin和RM也買下這邊的房子 - 近期只用一套房屋還是送給他爸媽 - 很開心看到房旦商人團發展得這麼好啊 - 過世的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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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個 - 徐康俊 - 演員徐康俊 - 曾經和其他四名演員 - 組成團體 - 成員另外還有 - 唯一 - 孔明 - 江泰武 - 和李泰化 - 而且還發過一張迷你專輯 - 當他們還是新人的時候 - 一起擠過宿舍 - 徐康俊上Roomate - 其實就介紹過他們的小宿舍 - 成員加上經紀人 - 一共七個人一起生活 - 他們五位成員共用一個房間 - 不管是吃飯還是個人物品 - 全部都擺在一起 - 睡覺時也像飯卷一樣 - 一起躺在地板 - 所以對他們來說 - 拍節目時有窗 - 簡直就是天堂 - 幾年後 - 徐康俊接受了SectionTV訪問時 - 表示自己已經搬出宿舍獨立了 - 他認為自己的生活非常自在 - 第八個 - Twice - 剛出道時也透過團眾 - 讓粉絲們看到宿舍生活的樣子 - 哎呦 - 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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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有著寬敞的客廳 - 讓不少人直呼 - 九度的宿舍真的是太大間了吧 - 但仔細看了之後你會發現 - 其實只有客廳大而已 - 實際上九位成員 - 只有三個房間可以使用 - 最大的房間一共睡了四名成員 - 光是床鋪就佔滿了房間 - 定顏和某某在同一間 - 一起睡一個雙人床 - 最後一間則是需要上下鋪 - 才有空間擠下三人 - 不過對很多星團來說 - Twice 的宿舍 - 確實算是比較舒服的了 - 這是一個人的宿舍 - 這是一個人的宿舍 - 第一名的宿舍 - 因為他們宿舍 - 還有一間很大間的化妝間 - 和衣帽間 - 時隔多年之後 - Twice 當然也換了新的宿舍 - 除了是隨著他們走花路 - 可以擁有更好的環境之外 - 會換的地方主要原因 - 還是因為私生飯的關係 - 而且在換地方之後 - Twice 的成員們 - 也很少在宿舍或房間直播了 - 主要是避免怕拍到窗外的樣子 - 以免又被私生飯發現 - 他們住哪兒去騷擾他們 - 我們都知道就是韓國他們的私生飯 -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擠 - 藉我們有一支影片就有 - 講到你們可以去看看 - 還有粉絲偷跑到XO宿舍裡面 - 去偷迪歐的內褲 - 拿去買 - 超變態的 - 我要去監軍你 - 南韓Winner剛出道時 - 和其他團體比起來 - 已經算是豪華的了 - 因為一開始就是 - 每個人一間小房間 - 不用跟別人一起擠 - 隨著他們的知名度上升 - 最後四位成員呢 - 直接是 - 兩個人兩個人分別一層樓 - 雖然都是宿舍 - 但比起以前又更舒服很多 - 哇 五棒耶喔 - 這樣我都很喜歡的 - 可愛的是 - 成員們剛好分成貓派和狗派 - 所以養貓的 - 秦宇 名號和經紀人 - 一起同住在一層叫貓房 - 而養貓的 - 生潤和生薰則是狗房 - 不過也因為在樓上樓下很相近 - 大家沒事還是會去串門子 - 加上狗方有一台非常舒服的按摩椅 - 晴宇沒事就會上去樓上按摩呢 - 這樣很方便耶 - 他們一個人是貓派 - 一個是狗派 - 然後剛好分成豬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 而且那個椅子真的看起來超舒服 - 如果我的室友有這個椅子 - 我一定每天都上去偷偷尬聊一下 - 坐在那邊 - 第十個 - Blackpink - Blackpink 首次曝光宿舍的時候 - 之後就讓大家驚訝到不行 - 他們在團眾公開亮相了宿舍和房間的模樣 - 不只有大鄰屍後牆和非常大的客廳 - 最重要的是 - 他們不像其他新人團要同住在一間 - 或者是分上下不睡 - 直接是一人一間寬敞的房間 - 每一個房間都可以放下雙人床 - 還有許多的空間 - 可以讓成員們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擺設 - 啊~~ - 去吧~~ - 不愧是一出道就成為怪物新人的女團 - 可以說是YG新團裡面待遇最好的樂 - 聽說YG的藝人 - 他們都會讓她住在同一個社區裡面 - 你能想像嗎 - 這個社區裡面充滿了明星欸 - 這是一個夢幻社區吧 - 第十一個 - 艾芙 - 出道扮演的女團艾芙 - 在全肢干預食角中 - 熟次曝光了宿舍 -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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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 到底是BQ - 又拜託了 - 這麼大人的 - 伯伯了 - 欸欸欸 - 沒想到節目一播出後 - 就引起很大的討論 - 因為他們的宿舍也非常的豪華 - 不只是客廳和廚房非常的寬敞 - 窗外看出去的高樓視野也是相當的好 - 雖然還只是新人 - 但六位成員就已經有四個臥室可以使用 - 其中還有三位成員是單獨一間 - 剩下的三位成員即使共享了房間 - 也可以看出空間非常的寬敞 - 即便用屏風把各自的床隔起來 - 房間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讓他們擺放物品 - 而且有兩間衛浴讓他們使用 - 不用搶著用 - 不愧是韓國出道後 - 最快拿到英放一味的女團之一 - 相信粉絲們一定很開心 - 自己的偶像可以受到經紀公司們這麼好的對待吧 -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這裡的偶像宿舍啦 -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就是出道的時代不太一樣 - 所以以前出道的真的 - 他們的宿舍大約都會比較差一點 - 隨著現在資源越來越多 - 然後越來越多團出現 - 其實他們現在住的宿舍都越來越好 - 也就是真的是還蠻高級的耶 - 像Blight Pinker跟艾輔的就真的都蠻大的耶 - 那個空間的宿舍都是還大 - 今天哪個宿舍是讓你覺得最誇張的呢 - 或者是還有誰的宿舍 - 你想跟我們分享的咧 - 都歡迎到影片下方的留言處 - 他們的台灣留言分享啦 -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 你是在投包的一個公司太小了 - 不是 是他們真的太... - 聽出來了 - 我們公司很大啊 - 是他們住的地方真的太大了 - 轉的太前橋了 - 我們公司很大 - 但我們公司其實是快樂的空間 -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太多人 - 可是大家都在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 而且有快樂的小狗狗 - 知道嗎 - 我們公司有超多快樂的小狗狗 - 希望有一天我來公司也會有快樂的小貓貓 - 而且我們公司都是狗派 - 公司少數貓派 - 就會覺得有貓派嗎 - 有貓派嗎 - 貓不是世界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嗎 - 好啦 - 小狗狗你現在一定會把我們 - 你把你們家最可愛的 - 安娜跟Vader跟Roshan全部找出來 - 我知道 - 但我還是貓派